清潔隊全副武裝在高雄人武中華路上的 這間雞排店消毒 高雄市二十四號新增了六個案例 其中一名個案案號一四四一一 在二十二號曾經在這裡停留了十五分鐘 而他和二十三號人武家庭群聚個案中的女兒 是這間餐廳的同事 一個禮拜之內到訪兩次以內的這些人員 也匡列這個居家隔離 那根據我們的檢驗 這二十幾個裡面 那目前都是呈現陰性的狀態 一四四一是二十多歲餐廳內場人員 現在全國停課 他會把九歲和六歲兩個小孩 帶去餐廳上班也被感染 小孩的爸爸也難以幸免 而另外確診個案一四二九九 在一間網拍公司上班 也傳染給同事 一來是因為近距離接觸 二來是因為密閉空間 經過疫調也確認了 他們大概在戴口罩這一部分 並不是那麼的絕對 二十四號的新增案例 追查來源都是暗號一四三五九 在新北市恩主公醫院開刀後 回高雄和家人團聚 導致人武區一連串感染 第一圈PCR匡列了 是七人檢驗 七個人陰性 十個人陽性 那第二圈也就是 跟這些確診個案 有直接接觸的對象 陽性有三個人 這波感染 衛生局匡列了兩百九十人 已知有十三個人確診 還有七十六個人還在檢測中 衛生局盡可能做到疫調 匡列隔離三步驟 希望這波疫情就此打住 三天七位林正和諸位達和正鳳東雄報導 並且不失控制了一天 火燿中 谢谢大家